藝術生化化 生化藝術化 這句話用在流離創作工藝和林芳叔心想是相當的呼喊 道理創作超過20年不斷求創新藝術 並且在故鄉第三點開設流離藝術館 緊張作品《流離生化空間》 令家應用處處是驚喜 讓民眾能夠了解這項藝術 從本牌開始 像我們本牌開始 有一時一門開始 無關是他們 燈灶 屏風 還是樓梯 一直對我們的布萊創作來典衡 在不同的角度 更三十個背景之下 整個設計能夠看到工藝和林芳士的用心 像這個是相鮮過的 其實它這個工法已經相鮮有一千年的歷史 就像我們去國外的教堂 其實就是說在空間裡面只要光線好 跟複合煤才能夠結合 其實都是一個生活藝術的部分 因為現在重視就是藝術生活 生活藝術 在我們的空間裡面 生活空間裡面 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巧妙的運用 畫廊點睛的使用 讓整個空間的溫度變得不一樣 將自己第三點國雄老槌地鋼窗 動身改造了 這間流離藝術館 使用料理方式能夠創作社會所在 分作到彩色玻璃相簽和搖晒的計畫 我們這間作品都很特別 很熱的時候流汗 不小心又流血 真的是血汗淺 可是這種玻璃 只要說放在我們的空間 它能夠歷經幾百年 它都不會退色 萬一破掉它還可以修補 因為它是一片一片去鑲嵌 都可以保有就是說 就像傳家寶一樣 林芳士館本地做特別的業務 一般的機會 看到廚師的山頂被起陰 他們主動向鑲嵌保雷鋼槍 還要來合適 這做就是這十多年 規定當中不斷突破來求創新 等到保雷創作多元的水 我要去鐵工廠 請鐵工師傅 這邊怎麼焊 這邊怎麼焊 焊完之後 這個底座做好之後 再來做這個白露式的身體 我來創造行為的林芳士生活一部分 將繼續陪伴自己的作品 帶給大家來協助這項技術 今天你們先常播到